一片废地通过改良土壤 变成了充满人气的采摘园 不种大陆货 改种口感性 种植户另辟蹊径 种柿子 网络销售价格稳 辽中区萧窄门镇养植户 利用废弃酒糟 喂肉牛 这样做有啥好去处 大伙儿早上好 我是王博 采摘园是个不错的增收项目 但现在的采摘园遍地 怎么能做出特色 不断地吸引游人呢 我们到铁岭清河去看一看 今天我来到了铁岭市清河区 张向镇石家谷的村 今天我要过来采摘草莓了 但一走进这个大棚里 眼前并不是草莓 大家看我身边这个 应该是南方的竹子 再往下一瞅 下面还有私上养着鱼 这草莓在哪呢 这么一看并不像采摘园 有点像公园的感觉 哎呦 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家跟我往前走 确实是种草莓的地方 眼下正是大棚草莓收获的季节 虽然棚里温度高 可依然抵挡不住 大家伙摘草莓的热情 今天天气暖 我应该含着甜甜 这草莓是吧 对 你感觉咋样 这草莓行为 大棚的主人叫童爱东 他说现在采摘园可太多了 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那么如何让前来采摘的游客 有新鲜感的同时 还能吃得放心 他才想到把采摘园变得像公园一样 这上面种的还竹子呢 竹子跟草莓能一个温度吗 这一起种吗 不影响吗 肯定不影响 因为啥呢 那个 你看就能看出来 竹子盖这个里也长得郁郁郁郁郁 草莓呢 也长得就是说的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啥呢 他们的温度在一起 咱说明咱这个大棚里 不能经常用药 也不能说经常用这个药 那样的 对人体有害的 今年是童爱东种草莓的第五个年头 把采摘园变成公园的想法 也是从五年前开始萌生的 当时童爱东的采摘园 可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生机勃勃 基本上没人愿意多逗留一会儿 这是啥情况呢 这没建棚之前 这都是村民冬天扔的咯咯咯咯咯的 是有粪子 又有咯咯咯 有垃圾 也扔的全是 这不是现在都讲的 无止分类法吗 能卖的卖了 能处理处理了 实在处理不了的 我们那个 那个送到垃圾场了 改变全村的村民环境了 是吧 原来呀 这片地没建棚之前 是村里的垃圾点 自从村里实行垃圾分类处理之后 这片地就空了下来 为了让每一片地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童爱东 准备带头将这片地变费为保 然而目标很远大 可现实却很骨感 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才发现 眼前这片地呀 可给他愁坏了 之前你先 这都是建棚棚之前 到建棚棚之前 你看这家改丝厚了吧 我跟你说刚昂的 因为这片地废弃已久 板结严重 所以童书记要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改良土壤 本村的养殖库 把它的牛羊分变 每天采的牛羊分变 集中到一起 完啥呢 发酵 经过高温 高丝发酵 这样既消了毒 用到大棚里 这样就改良了土壤 随着土质慢慢变好 当地的水质也慢慢改善了 看来当地水质没得说 童书记决定 好好利用优势 弥补短板 为了改良土壤 他还想到了另一个妙计 那就是给交地用的优质水源 增加养分 用的啥办法呢 没错就是养鱼 童爱东说 养鱼的水中含有鱼分 浇到土地中 可以形成天然的有机肥 改良土壤 于是童爱东就用这种方式 一直坚持了五年 你看 你看这抓着一把 这都疏忠 哎呀是啊 用那一把 土质变好了 再加上童爱东 平时的精心试弄 细致管理 慢慢的这片肺地 开始扭转乾坤 变成了吸引游客 先来采摘品尝的热门打卡地 你看 外边是西红 里边是白的 这是它的啥 硬动啊 口感啊 你就能感觉出来 今年西红柿价格呢 不是一般高 这就会促使一些农户 扩大种植面积 但西红柿同样啊 存在行情的波动 盲目跟风 存在风险的 也有的农户呢 干脆呀 选择换个路子 改种不一样的狮子 在溢价市场 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咱们接着往下看 张秀文是朝阳市 喀左县六关营子镇的村民 种了大半辈子皇冠了 今年张大姐多了一个活儿 自后一棚子新品种狮子 这次打工 一下子打开了张大姐的新眼界 好家伙 狮子还能这么金贵 不走批发 全部走网络销售 今天呢 花这个三三一下 我们这已经注册商标了 这是黑 黑小番 这个番茄的名称是黑小番 长得大我都五十多岁了 这是同学看的 你说对那个身体健康 得好好活着 你看就是新生事物 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让张秀文 头一次见的柿子就是它 橙红色 绿肩膀 不仅长得特别 名字也很特别 叫做金帆田老大 乍一看 有点像简地柿子 但吃起来口味却不太相同 它这个汁水非常多 慢一点 它是从里往外红的 它这个 这不空 这是九分熟的了 七分熟的时候是最好吃的 看这个汁水 我尝一个 酸甜的 像这种就是七分熟的 半青半绿 这个就属于全熟了 吃的就是起沙了 惠星月是六关迎子镇 六关迎子村的第一书记 就是它把金帆田老大 引进村 并且率先试中了两个大棚 从村里扣大棚以来 六关迎子村就以种黄瓜为主 六关迎子的黄瓜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但多年发展下来 种植户的年龄逐渐增大 惠星月迫切希望找到一个新项目 帮助村民进行产业转型 普通柿子和黄瓜一样都是大众蔬菜适合走批量市场 因此水果番茄成为惠星月的首选 经番田老大 一方面口感比较好 可以吸引高消费人群 另一方面能卖得上价 更适合电商销售 经过惠星月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 经番田老大在当地的市众十分成功 但一个新品种上市在推广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评价刚开始在市场上吧 大家都不认 后来他经过品尝以后呢 逐渐认同了 刚开始人们都说这种柿子生 没熟 总认为这个红地好吃 但是实际咱们这个七分手就很好吃了 凭借精心的管理和出色的口感 经番田老大用实力俘获了不少回头客 一斤能卖到十块钱 这个是朋友推荐的在网上 他吃了一次 他又回购了 这是今天送的 当时他就要再回购十五斤 有时间要来摘 这个也是咱们的回购客 目前惠星月自己建立一个微信小程序 一边打造电商销售渠道 一边通过微信线下送货 同时接待游客采摘 今天上午采摘的新采摘的 都是精选的 都包装完了之后 然后又省外省内 一天的量在400斤左右吧 基本上每天都差不多都能销售了 咱们有一次出去外卖的时候 外卖的四份就有三个回头客 网上这个回头率也很多 回头率能占到二分之一以上了 我觉得这个回头率就很高了 别看张秀文将近60岁了 但想法一点不落伍 这口感柿子他亲手种出来 又全程看着怎么收怎么卖 张秀文的心彻底活了 明年高低也得种一棚 农民不是就靠着这样 就是咱多挣点钱 多收入点 不生活就越来越好 这都是第一书记讲话 带着农民支付的一个好兆头 过年晚上就扩大规模了 就得多 今年种一个棚 过年种两棚 也好卖也好销售 也好销售 无论是草莓柿子 碱地柿子 还是经番田老大 高糖西红柿 这种水果型西红柿 早就跳出了传统柿子的销售局面 口感一点不输水果 拥有大批忠实的消费者 身价更是稳稳不受市场波动 因此在搭建好销路的前提下 种植户转型口感西红柿 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沈阳辽中区的销寨门镇 可是养牛大镇 养殖户达到了450多户 最近这些年 大伙把镇里废弃的酒糟 与养牛相结合起来 效益不错 咱们一块去看看 兄弟 你干啥呢 你咋越口越近呢 你什么什么味道 来来来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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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好东西啊 对于人来说 都想吃饺子吃点 都是这么想吃 都抢了 真凶 悄悄地告诉你 这四料可不是一般的料 是牛肠主人 年国海自己精心配置的 坐上我们家的宝贝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发酵的味儿呢 这是什么 酒糟啊 酒糟 对对对 爱吃 四口腥特殊好 有多爱吃呢 有多爱吃 你这说吧 一顿不吃 它闻得不乐 酒糟 肉牛 两种不相干的东西 咋就能混到一块去了呢 我们辽宗是先要酒厂 为了处理酒厂的酒糟 没定格 才发展的样牛 原来辽宗区肖寨门镇 紧离混合 水资源比较丰富 不少农户利用当地独特资源 再加上自家的酿造技术 搞起了白酒生意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包括三十年代一些 就是说有一个产酒的历史 咱们就是说酒的技术 就会酒渠 比较传统 乔治门镇酒以清香形 以酒为准 就是说产量啊 当地周边的酒特别有出名 就是说有这个产业就形成了 现在走在肖寨门镇的街道上 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香味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 当地经营酿酒生意的农户 达到了两百多家 成规模的酿酒厂都有三十多家 随着酿酒产业发展不断扩大 一个新的问题来临了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们周围 这个普世周围啊 有沟有坎地上 反正都是酒招填满的 这酒招啊刺激味比较大 挥发性还比较强 所以说这个春春环境啊 这里特别不好 酒招其实就是玉米面 麦子 高粱等作物 经过蒸熟 发酵后剩余的残渣 如何才能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把酒招合理利用起来 就成了镇两尾班子和农户们 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老百姓呢 也是说集思广益 然后就是利用这酒招啊 自己通过工艺技术呢 变成一些牛的饲料 变成牛的饲料了 然后咱们就发展那个 牛产业 年国海 今年六十了 是村里的养牛大户 家里大大小小的牛棚 有七栋 存兰量达到了一千六百头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酿酒厂的老板 现在酒厂的所有酒招 全都给自家肉牛留着 那这个蛋白能含到十到十一个 对牛生长有好处啊 牛它都需要蛋白啊 如果说你的酒招蛋白能补上 你都是可以少味的 韵里面 酒招里除了蛋白 还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维生素以及酵母菌 营养价值要比清除饲料 接杆高一些 而且通过发酵后的酒招 里面的酵母菌 还能提高牛的消化能力 养牛鲜养胃嘛 这个酒招能增加牛的胃酸 然后牛的胃 你就是要酸碱平衡 养牛就四样 酸碱平衡 能担平衡 就是我们会用酒招 调节这个牛味的酸度 主食是包米面 稻草 精丝料 七八样混在一起 调味料是酒招 几种东西一混合 肉牛的美食大餐就做好了 肉牛胃口好了 吃饭吃得就更香了 就一天喂两只 早上五点多胃 下午两点多胃 棚里的这些肉牛 基本上都哑了一年多 经过年大哥这么一试弄 看起来个个体格壮实 精神头十足 吃酒招牛 你看这都是这么大的体 这么大的体 它就能说是一千二百斤 也不会酒招牛 草子比的还大 它也是一千二百斤 它不实 这又非常的实 又非常的细腻 只长肉 不长镖 肉牛长得实胜 这肉牛的品质可就更高了 不光如此 这成本也降低了不少呢 这么算下来 年大哥棚里这一千六百头牛 一年到头就能省下来二十多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省钱就等于赚钱 这废弃酒渣带来的效益可不少啊 原来酿酒都是为了 都是说挣钱嘛 咱们酿酒啊 都不是主要了 主要是产生这些 酒招喂牛嘛 废弃酒糟变成饱 做成饲料营养好 肉牛吃的香喷喷 出篮之后体格壮 现在辽中区 萧寨门镇的不少养牛户 都采取了酒糟喂牛的方法 这样一来 酒糟不仅便废为宝 也让咱们的乡村环境 变得越来越好 来看一组资讯 一起走进天下三农 农业国贸基地 也就是农业国际贸易 高质量发展基地 是农业农村部 去年启动的项目 首批国贸基地 获得认定后 基地市场主体克服了需求萎缩 海运不畅 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去年出口额实现了较快的增长 出口增速明显地 高于农产品出口的平均水平 农业贸易对农业的高质高效 宜居乡村建设 农民增产增收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今年 农业农村部要继续开展 国贸基地的认定培育工作 计划认定100个左右 十四五十七将建设500个左右 来推动果菜茶鱼等优势农产品出口 铁岭市盐州区龙山乡西辽河村的一片土地里 泛起了黑色的油光 这黑色的油光 就是已经播种的春小麦 负责播种的是当地的海丰农作物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说 因为还有下茬的大葱大豆 所以三月底春小麦就开始播种了 目前三百多亩地已经完成播种 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 合作社加大了种植密度 适用调节剂 矮化植株高度等先进的技术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术指导 去年的春小麦亩产达到了八百多斤 对于今年的丰收 合作社的乡亲们也是信心十足 牛油果原产于美洲 以前咱东北地区压根没见过 很多人也是最近几年才吃过 牛油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丰富的脂肪酸和蛋白质 营养价值和奶油差不多 所以也有森林奶油的美称 于南普尔市孟连县的种植基地里 牛油果已经开花 从二月底到五月初 花期长达三个月 2017年 孟连县开始规划种植牛油果 目前有五万亩的种植面积 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 牛油果种植基地 产量突破了四千吨 实现产值两亿多元 既然牛油果已经引进到了 南方种植了 那想要在咱东北的温室大房里 吃上本地的牛油果 就不是一件太遥远的事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建设高标准农田一亿亩 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阶段性任务 那么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呢 简单的说 土地平整 集中连片 设施完善 农田配套 土壤肥沃 生态良好 抗灾能力强 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相适应的 旱涝饱收 高产文产 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 这样的耕地就是高标准农田 那么它到底高在哪呢 咱们去内蒙古核桃冠区的黄阳村看看 这里的拖拉机正在开展土地平整工作 可以解决土地高低不平 排水不畅 调快杂乱的问题 整理过后 一亩地可以节约用水15一方面以上 增收10%以上 结本增效至少200块钱 咱们再把视线落到山东平渡市 新河镇春华秋时家庭农场里 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的拖拉机 正在给马铃薯骑笼 附魔 播种 这些高大上的智能铁牛 在大的地块里 作业更精准 可以24小时连续作业 一台车一天至少更做400亩 作为高标准农田的标配 智能农机调节了大量 成为农市活动的主角 打造出这样的高标准农田 目的就是文产增产 保障粮食安全 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装自己的粮食 新疆的南部地区 靠近塔克拉玛干沙漠 气候干旱 土地严减度高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了改良 今年一种新的种植技术 开始大面积推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的 图木舒克市 大型播种机正在进行干播师出 什么是干播师出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片地啊 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种植的 它这个土壤呢 看起来比较干 是不需要进行春冠的 只需要依靠土壤 自然的伤情直接播种 然后呢 再依靠这种磨下地关的方式 进行给水就可以 往年棉花种植都是先附模附土再进行点种 而这种技术是先附模后播种 可以增加出苗率 还可以节省90%的用水 这就为乡亲们节省了成本 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今年这种干播师出技术 在新疆南部地区已经开始推广 总面积有100万亩 全球棉花看中国 中国棉花看新疆 我国是世界最大棉花消费国 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推广 让新疆的棉花性能和品质 远胜于其他棉花 成为行业中的顶级 家住新民居留河村的马金陵 是咱黑土地的忠实粉丝 自家地选的也是黑土地的品种 一种效果还真不错 现在马大姐逢人就夸 黑土地的种子好 现在这个季节在咱们农村 大家伙都愿意串串临去 唠唠坑 今天在咱们新民居留河村 马大姐家来老多人了 他们跟她研究啥呢 咱去听听呗 走 百年没真好 蚝皮 蚝皮还好薄 肝还粗 还高 两米七一横的 今年包米收成好 可给咱马金陵 马大姐得意坏了 她说呀 这全都是因为 自己选了个好品种 沈农大L570 这不一听今天咱 黑土地送货车来 周边的乡亲们 全都过来选种了 今年我这老好了 就这卖帮我们这 都是给我拿 跟这家都上家丑去了 八十份 我上那看我地起来 我匹配一个小顺 树根底下的 高树底下的 我给它晾了 盘的磅大 烫多 但是呢 它没打过我 晾干了 我一腰 我这也是五两多 说白了 咱乡亲们种包米 一年忙到头 最关心的就是 包米的产量好不好 马大姐说了 这沈农大L570 产量是相当给力了 我看那个 一千六千是薄了 还有力还大 还发红 磅还大 每一回 那都不用说了 我早先合作社 那个就全能大小磅 一模一年五百斤都没有 沈农大L570 可以说是一直备受关注的明星产品 但还有很多乡亲们 在选种的时候 想要选择最新推出的新品种 那咱听听技术员小张儿 有啥好推荐呢 情侯105啊 它是属于一个抗汗耐烙的一个新品种 因为今天辽宁省大部分那个强降雨 发生耐烙 还有倒浮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情侯105呢 它这个抗导性能特别好 它的那个吸收根扎得特别发达 能有效地扎进去地下深处 三十厘米左右 所以说它的底盘就稳 整株油韧性非常好 出现围堵 抗汗耐烙还抗虫 乾坤105不仅抗性优秀 产量和广式性也是非常靠谱的 乾坤105啊 它是纯胶质粮 百粒重能达到42克左右 不管是种植户 还是卖粮大户 我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 我今年在我们申田表现呢 但一个也非常突出 半行数是16到18行 半长是在二十三厘米左右 像这个乾坤105呢 它这个果实性能力也非常强 是山坡地 还是平肥地 二瓦地都可以种植 生育期是128到130天 机温是在2800度左右 非常适合我们辽宁 大部分面积种植 想要增产增收啊 咱们就要选择大厂家 大品牌 正规渠道的好产品 无论您在选肥 或者选种子 哪方面有问题 都可以给咱们黑土地打来电话 咱们有专门的技术人员 为您服务 胖鸭选种子可挑了 想要这想要那 一般种子呢 它都看不上 咱们看一看 它到底能选到满意的种子不 得壮实 得云溜 还得立着 主要是它得稳的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我操心呢 你干啥的胖鸭 你学没对象呢 学没啥对象 跟那儿合起爆米子呢 我吧 就想找一个 全能点的 各方面 条件都得差不多的 综合都得好的 必须的呀 你看这咋样 这是啥呀 这不壮实 云溜 稳的 还不操心 那它咋就能得优秀呢 因为咱们今年推出的品种呢 是红素833 是今年最新推出的 为什么种植抗性这么好呢 首先一点 它是能吸耐密 吸了呢 磅子大 密了不空干 它的突出点呢 在于抗旱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单体产量上 特别适合咱们大面积种植 一般我们大面积种植库啊 基本上都是基收 在基收这一块 如果出现导服 是非常头疼的 所以说品种 抗旱服能力上 大地区的选择 是首选的 咱们黑土地 楼技术员所说的 能吸耐密呀 就是指包米的抗性特别强 包米种的蜜 那是磕磕都有磅 磅磅不秃尖 而包米要是种的稀呢 那它的果实 就会长得更大一些 可是听楼技术员说完 这胖鸭又有疑问了 那我到底是稀一点种 还是蜜一点种呢 首先一点 也得根据你的地块 如果说我们这块地块呢 非常的肥沃 咱们这块呢 地块非常好 然后呢 还是这个基收 对吧 基收你又得抗倒 然后还得是产量高 所以说呢 就选择咱们这个红硕八三三 你可以完全的上密度 男人配啊 你看这满意不 这有啥不满意的 帮子也不小 你这还挺好 买呀 正对我心呢 呀 这叫啥来的 红硕八三三 关于哪个品种好呢 这事啊 不能听别人说 还得实际自己去看一看 那今天记者呢 来到了康平县 看一看这儿的乡亲们 去年种的包米 效果怎么样 家住沈阳市康平县 东一科树村的 王永才王大爷 是一位种包米的老把式了 对咱黑土地的包米 那可是有着特别高的评价 别的家说都没有 那这个它不好 我也不能弄它 王大爷说咱黑土地的包米好 那也是有原因的 他家的地普遍都是挖地 去年赶上了连续的几场大雨 但是他家的包米 完全没受影响 一嘴里想当家也不老 别家啪不过来 都啪一片里面啪都起不来 没有 都根本家里的手 别别说 倒鸭 他爬着 都遭老罪了 我根本就遭罪 我高级一手 我腰还是土鸭 我高级一手 他都受不了 原来王大爷选的是 咱黑土地的沈农大L570 所以在抗岛耐烙方面 才有这么优秀的表现 像那个近年 那个展示范的二瓦地 就是说那些鱼水比较大 就是都打到纯水 都打到说十天 甚至于半个月 但是沈农大L570 这个品种在这个 它还没倒 它为什么还长这么好 那这取悦它得根部了 就是说七成根 达到两到三成 即便是说底层 根部被那个水给泡住了 它上部的七成根 它还能说达到呼吸 所以这样是呢 它就起到一个 良好的耐烙性 耐烙不倒 苞米才能长得好 为了让大伙相信 沈农大L570的产量高 王大爷在现场 就拿起了一寸苞米 撑起了重量 这一点湿都没有了 这苞梁连一梁都没有 八梁有七两梁 你说一亩地多钱多金吧 那谁都会算这儿 像五七成的品种 它属于是 沈麻石小细兜的一个品种 这有啥好处呢 像刚才到时候 也刚才也量秤了 小细这好处 它突然说之后 轴非常的细 基本上就是年一两 那周都没有 刚才也量了 能有八两两 这样就好像是 不是说那一两 一两那周算 那也剩七两 再掉点苗 像末苗苗 三千五十三千八百克 就是剩三千克苗 这也达到顿粮了 所以说 这产量也非常的可观 乡亲们 种包米 喂的就是一年到头 能有个好收成 咱沈农大L570 不光抗性好 产量还高 不过技术员也提醒大伙 在种植的时候 想要达到最佳效果 一定要保证最佳的猪具 还有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 去过密的去种植 一旦你过密种植 也增加了 那个倒幅的一个风险 合理密度去种植 咱那个专的 种九寸是最为适宜的 这样才能为我们 说那个正产征兽 去那个保驾去护航 咱能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产量 更好的 更可观的一个收入 眼看就要进入播种期了 电视机前的各位乡亲 如果您也相中了 沈农大L570 就抓紧时间 顶够吧 乡村拍壳秀 发现乡亲们身边的 有趣事 前几个月呢 就是熟久寒天的时候 丹东凤城 有一个农户家 自己家的牛啊 下咋了 这家农户呢 怕小牛冻着 抱进屋里 当宠物养着 现在小牛长大了 该回到牛妈妈身边了 她能顺利回到牛圈吗 我们去看一看 今晚大壮回妈身边了 我再来看看 学校子先来瞅瞅 她说哪去了 在她妈身后的 我家换牛啊 提前 暗雨伞期提前一个月 怎么省了呢 今天早上起来去喂草 再看见省 哎呀 小家伙起来了 看 起来了 哎呀 我早点是真漂亮 这跟妈妈在一起 是吧 正式回归妈妈回报了 这是晚上 怎么样呢 今儿跟你妈身边 能能能 看挺好啊 挺悠扬自得的 还行啊 哎呀 哎呀那小样 今儿早上又赢了呀 哎呀 跟你妈身边行啊 嗯 跟我走啊 回家啊 嗯 干啥呀 你看这一说还见了 哎呀 你看你妈离你多近 哎呀 她起来了呢 嗯 谁要跟我走啊 跟你妈在一起吧 老跟家也不行啊 哎呀 这跟她妈在一起 这好处就是饿了 想吃 随时起来就吃 要不跟家 她还在喊我们 吃的不那么及时 别老填你孩儿那衣服 听不听啊 那个田送了 田掉了 我跟你说 给你孩儿动着 吃饱了 嗯 我走了 你自己跟这带着吧 和你妈的 我走了 我回家睡觉去了 你要跟我走啊 嗯 这啥是 这点 她心软 她又给留回家了 这一天天 你妈没找你啊 你妈没喊你 她妈一二组 他不管 头也不回就走了 接开吧 回来吧 回来挂了 再把他当成第一个家 纽约是第二个家 是吧 别填 别填 哎呀 填这样怎么睡觉 那是比游行行的 大眼督都整个这样 对我干 静人都说 静人是老鼠人 瞧吧 静人是 你长大年了今来 想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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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你看 你看自己又爬上了 一封没脱啊 看你合着不行 再 再 来 取胶 啥呀 还给我接啊 哎呀 干啥 看你玩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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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宠物狗 新闻他二狗 纯新闻他二狗 现在回来开心 大眼督等六元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大宠物啊 睡觉 睡觉 睡觉啊 哎呀 坐水一会 要我睡一会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受疫情的影响呢 前些天在咱们黑土地订购的种子和化肥 送货呀可能会有延迟 请大家耐心等待 那我们呢也会建议的协调 条件允许呢 那我们也会建议的协调